歡迎收聽還在聽 我是容少爺 我是你們的老編 上一集我們介紹了合唱歌曲 是一些跨公司的合唱 很有公益性質的歌 為了一些公益 或者是一些有一些有特殊目的的原因 所以仲家唱片公司 出了一些旗殺的歌手一起合唱 基本上都是一些有大愛 大情懷的歌曲 大時代的歌曲 但是有一些合唱曲 雖然說感覺也有這種 大愛大時代的感覺 但其實目的其實蠻小心眼的 是哪些歌 這些歌其實大家應該也都耳熟能想 但是你可能沒有想到 他們其實背後有很強的競爭性質 這些歌我們這一次 這集講的大合唱 基本上都是唱片公司內 有點像是企業宣傳曲 唱片公司的企業宣傳曲 就是唱片公司旗下藝人自己的合唱曲 對 那個目的就很明顯了 就是要打公司的知名度 或者是打擊對手 我們講到這件事情 其實這種大合唱的競爭 這個歷史上最有名的事件 來自兩家競爭最激烈 80年來競爭最激烈的兩家唱片公司 餘亮情節最嚴重的 這兩家唱片公司 就是飛碟跟滾石 在1986年的時候發生那件很有趣的事情 這件事情對於很多老月明來講 因為記憶有心啊 那個時候因為台北的木柵 台北動物園要從圓山搬到木柵 為了這件事情呢 他們就跟滾石唱片合作 做了一首歌 做了一張專輯 叫做快樂天堂 這個專輯跟歌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以什麼環保 愛護動物的觀念 來就是宣傳這一次的遷徙的活動 同時也讓滾石旗下的這些歌手 有點老人帶新人 讓這些歌手有機會 在大合唱裡面發聲 然後有機會 有曝光的機會 這件事情一出來之後 大家都很期待 因為那個時候 除了明天會更好之外 還沒有這種類似的這種大合唱 滾石那個時候又是一家 新竄起的氣勢很猛的一家公司 大家非常的期待 滾石那個時候還敲定了 他們要在1986年的跨年 就是12月31號 對在那個中華體育館 就是現在這個小巨蛋附近 那個地方 要來辦一場跨年演唱會 叫快樂天堂的跨年演唱會 就是替他們自己 旗下的歌手做宣傳 正當這個事情如火如荼的 在進行的時候 突然之間 對手飛碟唱片 冷不防的 就推出了一首歌曲 叫做《飛向未來》 這首歌曲呢 那個時候完全沒有人知道 我突然間有將歌手出去 歌曲出現 而且它還搭配了當時很紅的 一個汽車廣告 飛靈汽車 飛靈汽車的廣告 然後在那個各大的頻道上強打 而且那個時候 飛碟也是推出他旗下 所有厲害的歌手一起來合唱 並且還選在中華體育館 就是快樂天堂演唱會 同樣一個場地 辦聖誕的演唱會 這個要對嘎的企圖也太明顯了吧 這對嘎的企圖太明顯了 現在回頭去聽這兩首合唱曲 快樂天堂老實說 我小時候老實說 我記得的是快樂天堂 我還記得那時候 就是原山動物園要搬家到牧章的時候 我真的依稀彷彿記得 我看過那時候的搬家的當天的畫面 對 新聞都有報 卡車載著那些動物 那些大象啊 或者是什麼長情路啊 然後就是 車隊我還記得那時候的感覺 我們那時候在台北念書國中吧 那時候我們是整個學校帶去 就帶去要去木柵動物園 等於有點像是 歡慶啦 歡慶喬遷啦好不好 對 這個是那時候 那時候是一件很有趣 蠻可愛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這個事情 你現在回想起來 在背後那個時候滾汁 他們要辦演唱會 要出專輯 要發合唱曲 飛碟在同時 冷不防的也出了合唱曲 但他們來不及籌備一張專輯 雖然他們就是把飛向未來 這張專輯做得像精選集 就是把一些歌手 一些有名的唱銷曲集結在一起 然後也是搶在 跟快樂天堂差不多的時候發行 搶市場的這個氣圖 非常非常的明顯 那個時候還有一件 非常有趣的內幕消息 飛碟的聖誕演唱會 飛向未來聖誕演唱會 不是比快樂天堂早一個禮拜嗎 所以呢 滾汁那個時候 他們的員工就偷偷的潛入了 飛向未來的演唱會 他們每個人都穿了快樂天堂 已經做好的T-shirt 在台下 等到歌手在大合唱 飛向未來的時候 他們突然起來像快閃活動一樣 突然起來大喊快樂天堂 快樂天堂 現場所有的飛碟工作人員 完全傻眼 這是突襲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超傻眼 從這件事情之後呢 夜市就盛傳 那個時候滾汁飛碟 他們各自都有所企劃 那個企劃就是針對對方來的 滾汁針對飛碟的企劃叫做 滅飛行動 哇 很有趣欸 對 然後滾汁 飛碟對滾汁叫做碎石計劃 滅飛不就是滅蚊子的滅飛是不是 對 就是害蟲他假期有種那種 那種什麼噴 沙蟲翼 對對對 那種滅飛 然後碎石搭接聖結石 不是需要用什麼鎮坡儀 對對對 把那個石頭鎮掉 所以有點來諷刺對方是 害蟲跟聖結石 都不是什麼 就有點冷嘲熱諷的方式啊 從那個時候開始 從1986年1987年 這個交接那個時候開始 滾汁跟飛碟的競爭 就不是之前只有幕後人士 所知道的競爭 全台灣人都知道了 浮上檯面 對 兩家公司的人 就算是正式的撕破臉了 槓上了 不會再往來了 對 就是正式進入 商業性的大型的競爭 那我現在去回頭去想的話 其實真的也 快樂天堂那個時候的聲勢 真的是超過飛翔未來 我記得也是快樂天堂 我小時候不記得飛翔未來 對 所以這件事情呢 我想飛碟一定也耿耿於懷 雖然說他們這種突襲的戰法 找人家一個禮拜半演唱會 然後搶先打廣告曲 但是飛碟總是覺得 好像快樂天堂就是贏了那麼一劫 一劫 對不對 可是他們心裡會覺得說 這種台北圓山搬到木葬 這是地方小事嘛 就是做小學生啊 學生會注意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接下來 要再做一次大合唱的話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做得 比快樂天堂更強 於是事情就這樣發生囉 在1988年 就是在這個滾飛第一次大戰的時候 1988年 那個時候台灣有一件國際盛事 要來舉行 就算之後台灣已經停辦了好久的選美活動 那一年要重啟選美活動 並且全球的什麼環球小姐的選美要辦在台北 哇 真的是大事耶 那是大事 余生的時候呢 選美協會就跟飛碟合作 他們推出了一首為了紀念 就是中國小姐重新開始選美這件事情的一首大合唱曲 老實說啦 在台灣出現過這麼多的大合唱曲 我覺得這首歌是我覺得最好聽 非常好聽 美就是心中有愛 現在大家會去看一下這首歌裡面的陣容 太可怕了 我們常常講四大天后還是有嘛對不對 雖然總數123456789才9個人 但是各個大牌 九星連珠啦 我們請老兵來念一下這個陣容到底有誰 黃瑩瑩 蘇瑞 王子蕾 蔡琴四大天后嘛 必備陣容 還有幾個新出來的歌手超強的 王傑 葉歡 還有剛加盟飛碟的 蔡新軒 江玉衡 還有那個沙亞派搖滾歌手 娃娃精緻 對 全部都在這首歌裡面 美就是心中有愛 超好聽的耶 這首歌超好聽 而且 呃 這樣子的陣容 我即使是在飛碟自己本身也不會再出現這麼堅強 雖然人數不是特別多 但是真的是各個大牌 但是真的是各個大牌各個具有代表性 加盟 加盟曲 對 阿斯拉天后唱的歌 對 那一年就是我覺得有了 飛碟有稍微反規一層 真的 飛碟的逆襲 飛碟的逆襲 他用這種大型的 國際賽事的這種這種規格 寫了這樣的一首歌 所以我有興趣的是 那一年的頒獎典禮 真的在加盟的時候 這四個人他們有一起唱歌嗎 我一直在回想這件事情 我非常確定的現場有放這首歌 但是他們有沒有四個人拿著麥克風在那邊合唱 我印象不深 但是那一年在那個加盟之前 有一段飛碟群星的表演 那個飛碟群星的表演是四大天后 各自出來唱了一首歌 之後 然後跟其他的五位歌手在一起合唱 美就是心中有待 天哪這個也太想看了吧 真的太想看了 網路上有沒有人有資源 趕快分享出來 拜託 讓老邊跟少爺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真的太經典的畫面 因為真的是 第一點當然是絕對不會再有 對 第二點就是 那個時候可以在電視的轉播上 看到那一整排 這些大歌手們 排排站的感覺 很特別 因為老實說 滾石一直給人家的感覺 就是好朋友 好像同學會 大家鬧在一起 或者是快樂天堂那種感覺 對 但是飛碟站起來的感覺 完全不是同學會 那感覺真的就是 群星會 對 那你兄弟還太讚了啦 真的就是群星會 每個都是閃閃發光的大飛行 所以 美就是心中有愛之后的歌 我覺得那個時候有幫 飛碟在爭回一些顏面 這兩家公司的競爭 香港的歌王叫做關正杰演唱的 粵語版 後來滾石就想到說 那我把他改唱成國語版 但是這一次國語版 我要做一些變化 我不要是獨唱 我來做一首大合唱曲 滾石那個時候把他自己旗下 一些他們主力要推往 這個大陸食堂的一些歌手 全部召集起來了 潘粵雲 陳書華 趙船 舟把劍 娃娃 嗯 娃娃又來了 然後 她在每個地方 大家會不會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對啊 娃娃不是飛碟陣營的嗎 她有唱《飛山未來》 也有唱《美就是行中有愛》 真的耶 現在這個東方之珠 不是滾石的歌嗎 終於發生一件事情叫娃娃跳草 哈哈哈哈 對 這個事情算是 飛碟跟滾石他們自己的競爭史上 第一次有就是 敵對陣營的歌手自己也跳過來 哦哦哦 對 然後那個 不過這大陣營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娃娃那時候交往的男朋友 叫季鴻仁 季鴻仁是滾石 下面唱EDM 唱電音的歌手 所以那個時候有點像是裙帶關係 娃娃的合約滿了 然後就被滾石挖過來 然後就在滾石的大合唱裡面 一起合唱 這當然會不會讓飛碟心裡覺得有些 當然啊 會不會有些不舒服 一定 於是 在這首其實也蠻有紀念價值的 為了就是 即將要到來的香港回歸演唱的這首 東方之珠 之後就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在1993年 飛碟在上海辦了一場飛向未來的演唱會 已經隔多久了 已經隔六七年了飛向未來這件事情 然後呢 他們繼續扛著這個飛向未來的名號 這個名稱 去上海辦了一場演唱會 並且找了一票 現在看起來是很夢幻的陣容的 卡斯去辦演唱會 蘇瑞 張鈺恆 張宇生 政治化 還有伊能靜 鍾正濤 跟吳其龍 都在 現在 現在在YouTube還看得到這些演唱會的片段 好可怕喔 你知道1993年啊 其實如果你現在去問一些大陸人 那時候在聽流行音樂的 1993年 在大陸紅的是飛碟 對 那時候的蘇瑞有些歌在台灣也不紅了 大陸爆紅 政治化在大陸也非常紅 超紅 對 張宇恆也很紅 更不要講張宇生 沒錯 對 竟然那時候在他們都非常的紅了 所以那個時候你看 整個滾行的飛碟競爭 已經不只是在台灣了 已經拉到了對岸去了 那整個規格又不一樣了 而且你看1993年 飛碟的這個飛向未來的陣容 已經到達了一個巔峰 因為接下來就是要往下掉 因為那個時候也滾行也 飛碟也快要賣掉了 對 然後在這個中間喔 在這個 這場戰爭即將要邁入終點之前 發生了一場 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這件事情喔 叫做滾行跟飛碟交換歌手的大戰 有有有有 這一場戲喔 如果是放在鐵達尼電影裡面 就是船要撞上冰山的那一場戲 如果是放在 刻在你們心裡的名字裡面的話 就是男主角去洗澡的那場戲 喔喔喔 就是這麼重要啦 發生什麼事情 不能講對不對 不能講 但是就是這麼重要啦 就是 那場戲就是關鍵戲 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真的話說從頭 我們常常講飛碟的四大天后 四大天后大家都知道嗎 再講一次 對 蔡琴 王子雷 蘇瑞 黃茵茵 對 大家就覺得講這四大天后呢 那個時候曾經有一件 我不知道這個是謠傳還是真實 但是這個是記者報導出來的 他們說四大天后啊 每年的元宵節會聚會 聽起來覺得好可怕喔 真的假 好像什麼華山論劍有沒有 我們四大門派要聚的 他們這個人到底聚在一起幹嘛 聽說是畫家常 我想說最好是咧 他們四大天后要畫什麼家常 對 然後那個時候呢 飛碟自己的那個公關器宣人員 他們就是用一個小故事來形容 這四大天后那個時候 每一個人的性格不同 對 他們說今天如果 他們在這四大天后 去什麼跑什麼活動的話 如果路上遇到吃貨 他們四個人會有四種反應 那四種反應 蔡琴說什麼 蔡琴就說 當初就輸了 要走這條路 如果我們剛剛走什麼東化南路 我們要走民生東路的話 可能就不會遇到這場車禍 說教務實派 而且要分析原因 對 那蘇維會怎麼說呢 蘇維大姐嘛 他車門一打開就衝出來 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有什麼要處理的嗎 豪邁豪氣派 豪邁豪氣一樣的月光 那個王子雷會說什麼呢 王子雷會說 沒關係沒關係啦 沒有事情 人沒有什麼事情 趕快走了 明天人家記者要來了啦 王子雷就說 溫婉 溫婉和氣派 真的啊 翩翩飛氣 對對對 還有一位呢 櫻姐 櫻姐他幹嘛 櫻姐 其他人都在講話 櫻姐不講話的 櫻姐把化妝包拿出來 開始補妝 當初她講說 櫻姐 你還好嗎 她說 你不要管我 我怕等一下有記者讓人 我妝還沒畫好 怕人家拍照照片不好看 真的是仙女派 在意形象啦 好有趣 對那時候就傳出這樣說 但這是個趣聞 當笑話 但是就點說 這斯大天后 其實個性差距非常大 對 彼此時間會不會有競爭 老實說 歌就這麼多 創作人就這麼多 在同一家唱片公司裡面 多多少少 一定會有競爭的關係 在1989年 我記得印象非常深刻 那個時候 唱片公司很喜歡 包下一整個綜藝節目 找旗下的歌手 一起去上節目 是 就那一整集 可能就是這家 唱片公司 最新發的專輯的 大歌節目 對對對 對 那時候呢 飛碟包下了 我記得是八歌 跟崔力行主持的節目 我也很忘記了 節目的名字 不是就在今夜 是不是就在今夜 還是玫瑰之夜 我忘掉了 反正就類似的 綜藝節目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找了 剛發行英文專輯 以紅鈴行事 Some way in time 對 的黃茵茵 跟發了談心 忽然想起你 這張專輯的 蔡茵 一起來上節目 然後呢 那個節目呢 他們是去做街訪 街訪的題目是呢 你覺得誰像情婦 誰像老婆 對 然後呢 街訪的答案 他一面倒 你問我 我一定想這個黃茵茵 是情婦嘛 那蔡茵就是老婆 對 結果呢 這個答案一揭曉之後 在現場 黃茵還好 臉色沒什麼變 黃茵本來就不太會 有什麼表情 蔡茵覺得 立刻就這樣子 不平和平 她說 我不這樣子認為 你給我機會 我也可以當情婦 對 雖然說 這就是玩笑話 但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時候兩個人 站在主持人旁邊 多少是有一種 就是餘亮情節 對對對 對 就是說 誰才是 菲蝶康鼎的天后 你們這麼尷尬 把這兩個天后 同時在做宣傳 擺在一起 然後去問了街訪 這樣的題目 對 然後讓他們 要看他們現場的反應 那的確那個時候 黃茵茵的銷售成績 遠勝過蔡茎 沒錯 對 那會不會造成一些心結 在同一年 滾石也包下了 同一個節目 來做宣傳 然後呢 也一樣去做街訪 找了兩個當紅的天后 一起來上節目 一個是發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的 潘岳雲 另外一個是發了 很可怕的專輯 夢醒十分的 陳舒華 陳舒華 去上節目 那次的題目更有趣了 請問你有心事的時候 你會跟誰講 答案一面倒 陳舒華吧 陳舒華 陳舒華呢 他看到答案之後 陳舒華個性比較直 就直接講 他說 這一定的 一定是我 他說 因為阿潘 他講完阿潘之後 畫面就切到阿潘 阿潘之後 臉已經垮下來了 對 然後陳舒華說 不是啦 我不是說大家不喜歡你 是因為你看起來比較冷眼 大家比較不敢跟你講 反正我看起來就比較好笑 一樣越瞄越黑啦 對 然後呢 那一年 我事情對台南的人 本來賣得非常的好 其實滾池當年賣得最好的一張專輯 我記得好像是9月的時候發行 11月的時候 陳舒華發行了 夢醒十分 就夢醒十分那張專輯賣的成績 他恐怖他賣了一百萬 成為台灣第一張的百萬專輯 對 那一年的尾牙 屬於滾池開國元老的潘岳儀 破天荒第一次沒有去參加 好 於是那個時候 唱片圈就開始盛傳了 就是兩家唱片公司 各自的天后之間 情況變得很尷尬 對 於是最有趣的事情發生囉 在1992年 就發生了 史上稱的叫做 滾池費典交換歌手的事件 首先是黃茵茵 已經跳槽到了滾池 這個事情對飛碟來講 也是滿尷尬的 因為其實黃茵茵的巨星地位 是在滾池被奠定下來 飛碟在飛碟 在飛碟被奠定下來 他那時候跳槽去滾池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還去問滾池的歌手 問誰 問潘岳儀說 你對Tracy 黃茵茵的英文名字 來 滾池有什麼想法 潘岳儀說 歡迎 非常歡迎 大家一起來努力這樣子 隔了幾個月之後 沒多久 潘岳儀就跳槽到了飛碟 飛碟 真的是交換 兩大天后的交換 而且這兩個歌手 對於各自原本的陣營來講 都是重量級的 定心丸級的歌手 在這個時候交換了 其實寶哥稱呼他就是 滾池跟飛碟陣營的競爭營 到了殺到劍國 直接殺到對方最重要 最重量級的歌手 當然啦 後來狀況大家也都知道 兩個歌手 跳槽到對方陣營之後 都有點水土不服 沒錯 黃映有點在圍走下坡 對 然後拍明的下坡 可能字畫更明顯一點 對 但是無論如何 你回想去看 像他們那時候兩個在 大陸市場也要競爭 歌手互相跳槽也要競爭 而且他們都是藉由這種 合唱曲的方式 互相放話 演唱會的方式互相 好 就是較量 對 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現在想起來就是90年代 你看那時候唱片市場這麼好 然後這些歌手他們彼此的競爭 其實是一種良性競爭 然後也其實也同時帶動了唱片 唱片業或者唱片公司的整個榮景 我覺得在 我們現在聽起來 就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當時 我覺得可以顯示出 當時台灣的樂壇的一個實力 對 沒錯 我覺得競爭就代表說 至少有兩個陣營 是非常成熟的在進行 比方說現在我們會在意 A歌手跳槽到B唱片公司 我根本不知道A歌手在哪裏 在唱片公司 下面有人會去管唱片公司這個概念 但是那個時候唱片公司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背景 你要出來唱歌 你唱片公司是誰 基本上就註定 接下來你的行銷資源夠不夠 在 我們剛不是講 潘雲跳槽去了飛碟了嗎 對 在192年的時候 他們都互換歌手 在1995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滾池跟飛碟 他們也各自又再度的推出了合唱曲 飛碟那時候推出的合唱曲 就有潘雲在裡面了 對 這首合唱曲叫 相親相愛 這首歌我就很有印象 就很有印象 這首歌在大陸也非常紅 在台灣不紅 對 大陸人沒有聽過《飛向未來》 也不知道什麼《美舊之心中有愛》 但是他們聽過相親相愛 他們相親相愛 對 這首歌曲大陸也很紅 然後這首歌曲的背景 其實有點尷尬 那個時候飛碟已經賣給了華納音樂 但是那個時候呢 原本留在飛碟的這些元老吉的人 包括陳樂榮在內 他們覺得說 他們要把這些吉下歌手 本土歌手再聚集在一起 告訴大家 飛碟還在喔 我們雖然經營群有做講話 但是我們還在 所以他們旗下一些重要的歌手 張樂恆、夜環、潘月雲、麗麗華 然後陶金穎跟那個 一南靜 對 全部又湊在一起 唱了這首歌 想要重新塑造 例如說飛向未來 也就是心中有愛 那個時候的榮景 但是很開心 其實那時候 在聽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就會感覺到 有點在撐 硬撐的感覺 對 好像 我就覺得 我記得那時候 小時候聽就覺得 好像有點不太對勁 有點太過於 不刻意的去掩飾一些 或是刻意去放大一些事情 那時候覺得也不太對勁 結果果不其然 後來演唱的這些歌手 其實沒多久 大家走著走 應該一兩年之後 所有歌手都離開了 對啊 所謂的飛碟唱片 那時候已經比較像 華納音樂了 幾乎所有人都離開了 於是喔 在1995年 也發生了 我覺得也發生了 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時候滾石也推出了一首大合唱曲 叫做春天的花蕊 那是首台語歌 是首台語歌 這首歌曲的背景喔 它其實是當年 出來選台北市場的 陳水扁的競選歌曲 喔 對 然後滾石在把它做商業發行的時候 變成一首大合唱 找來旗下一些重量級的女歌手 還有新小奇還有徐青春 還有萬芳 一起來合唱這首歌 那時候跟 相信現在這兩首歌比一下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春天花蕊》 畢竟人家市場勝選的歌曲 沒錯 就有歡欣 歡欣鼓舞 敲鑼打鼓 很開心 MV裡面每個人穿著旗袍 搖著扇子 很巴婆又很開心的樣子 相對於 飛碟那個時候整個 太假了 大家都未來在哪裡 然後有點 根本飛不到未來的那種感覺 即使是到現在 即使到現在 《春天花蕊》這首歌 我覺得還是流傳的蠻長久 因為其實到現在 還是有蠻多人會去聽這首歌 而且他前一陣子 還推出了黑膠唱片 對啊 那是什麼石姐妹 叫《滾石石姐妹》 對 滾石好會做這種宣傳 對啊 然後所以這場 所有的滾石跟飛碟的大戰 無論是滅飛也好 還是碎石也好 有在差不多這個時候 劃下了句 所以你看 他們整個競爭的過程 跟他們出的這些合唱曲 好像在看歷史教科書一樣 沒錯 很有脈絡可循 我覺得滾石跟飛碟之間的競爭 我們真的怎麼講都講不完 然後今天我們是以合唱曲的脈絡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們彼此之間競爭的一些情況 基本上好像我們每次回顧到 八九零年代的音樂 講到一些故事的時候 這兩家公司的競爭 就會莫名其妙 會浮現出來 沒錯 好像飛碟不可 對 這真的就是當年最重要的音樂事件 沒錯 就是這兩家最重要的音樂公司 唱片公司 然後他們裡面底下養了最重要的歌手 所以他們發生的事情 都跟這兩家唱片公司的 彼此的敵對競爭有關 對 對 如果我們把滾石跟飛碟之段 這個 孽緣 競爭關係 把它想像成是有個引擎 大家應該知道 叫冰與火之歌 對 對 他們一個冰一個火 但是冰與火之歌裡面 其實還有很多別的國家 很多別的陣營 所以我們下一次就要介紹一下 其他家族對不對 很多家族 很多玫瑰家族 對 很多 還有那種小島家族 對對對 還有什麼 對 這些東西其實在台灣 那個時候 八九年代的唱片圈裡面 好多唱片公司 都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對 現在就是老大跟老二都確定 也許他們 我們不能說誰是老大 誰是老二 兩個都是老大 絕對不能夠隨便站邊 因為那時候兩家都太強 這樣總有人要當老三吧 對 所以我們下一集 要來好好談一下 到底那個時候 是誰在搶老三 所以下一集我們要介紹 其他老三們的合唱曲 對 有趣囉 下集再見 拜拜 對於這一集的內容 有任何意見 都歡迎大家去臉書搜尋 還在聽 留言追蹤 分享跟按讚 這一集介紹到的歌曲 都會做成YouTube的歌單 放在我們的資訊卡裡面 如果想要更完整 更深入地去認識這些好歌 歡迎點擊連結 聆聽或觀賞 當然喜歡這些歌曲的話 也非常推薦去各大串流平台 訂閱收聽 享受更好的聆聽品質喔 字幕志愿者 各位分享 因為 請 我 是 感谢观看